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所重要的军事学校 孙中山先生宣布开学 军事学校里面当时就是进门就是这个 贪生怕死的 误入四门 升官发财前往他处 他的创建被誉为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 却也为现实难题所困扰 他说明天黄埔军事学校就没钱开发了 廖仲凯找这些地方军阀 说的经费是给一点 他见证国共合作的发端 也亲历两种信仰的交锋 与缠斗 包括三民主义 包括马克思主义 包括共农大陆的思想都有 蒋介石一直就是说 为三民主义而死 也就是为共产主义而死 就放不倒了 打起来 千年会的目的分无入 我们希望就会 打 打 也是动作得很激烈 过有苦方 以学洒花 以校作家 找寻革命风云中的历史记忆 这里是广州城著名的西关商业街区 每一天都是生龙活虎 热气腾腾 90多年前 以这里为核心的广东商业 曾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 提供着强大的经济支撑 广东是鱼米之乡 尤其珠三角这个地方 它是产粮区 而且它这个经济 贸易各方面也很发达的 所以收入各方面的财政各方面 也比较富裕 1912年 广州的商人为了在乱世中 保护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 成立了一个叫做 广州商团的自卫武装组织 到了1923年 孙中山大元帅府成立时 这个商团已经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 他的团长是英国汇丰银行 广州分行的买办陈连博 这个陈连博本人他具有英国的国籍 他这个商团呢 他是受到英国的支持的 这么一个团体 它既是一个军事团体 又是一个商业团体 在当时事业是非常大的 应该讲是在广州 是取出轻重的地位的 广州商团联盟之下的 整个广州商业 虽然一直支持着广东政府 但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窘境 依然严重 靠征讯肯定不能征讯 甚至整个广东省的军政府 这样运作都有相当的困难 因为孙中丹要征税 这个是对商人跟政府之间 就构成了这个摩擦 1924年8月 广州商团向香港英商 南利洋行订购了一批枪支弹药 并从广州军政府那里 拿到了枪械进口许可证 这边跟政府办手术 办好手术就是但是你这个枪 什么时候能够进口 那商人说40天左右 实际上在商团拿到枪械进口 许可证后的第六天 这批军火就运抵广州白俄潭 而且军火的数量 似乎比进口许可证上申报的数量 多出了不少 广东海军税务司 以进口枪械的到达时间与数量 与原岸不符为由 将商船和枪械全部扣押 孙中山当即命令 黄浦军校校长兼常州要塞司令 蒋介石 派出江户军舰和永丰舰 将商船押送去黄浦 全部军火存放于黄浦军校 黄浦军校里头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主张就是 把它用了 军校没有武器了分了 蒋介石认为 这个就是如果要分这个武器 还是要通过上面的命令来进行的 与此同时 一千多名广州商团军代表 来到孙中山大元帅府请愿 要求发还扣留的军火 在这个问题上 蒋介石是比较坚决的 他认为不可以还 没有得到政府返还军火的明确答复后 广州商团立即组织广州城的商人罢市 很快 霸市的风潮 蔓延至整个广东 20多个县署内的138处乡镇 当时全国的报纸都讲 香港报纸讲 广东报纸都讲 就引起了广东商人的霸市 为什么呢 因为在广东商人看来 我取了钱买了枪 结果又被里面收走了 这样的结果他们当然不干 结果就霸市 1924年8月24日 孙中山宣布广州城戒严 并通缉广州商团的头目陈连伯 一位商场老闹事 他说前面讲霸市吧 孙中山已经还了一部分给他 他不是没还 但是后来到国民党内部有些人 觉得没必要还他 在还与不还的内部争议 和外部舆论的压力下 广州局势变得越发尴尬起来 孙中山未躲避风头 于9月4日选择离开广州 暂避韶关 他担心自己的广州的证据又不稳 他又从广州到了韶关去了 而且连续给蒋介石拍电报 你的军校搞到韶关来 就是不管你是商人的那批器械 还是输额那批器械 都把它运到韶关来 把军校和军资都迁往韶关 蒋介石有点不情愿 他综合考虑各种条件 认为在长州岛黄埔军校内 编练新军更为合适 这个时候蒋介石展示出 他的过人的一面 他没有按照孙中山的吩咐去办 而是说我就要留在这个地方 蒋介石向孙中山回电 普校危在旦夕 钟正决死守孤岛 还安抚孙中山说 自己两个月内可练一支禁律 孙中山最终被说服 蒋介石随后开始组建新军第一团 并把招收学兵的具体任务 交给了他的亲信 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青 也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一艘名为沃罗夫斯基号的巡洋舰 抵达了广州黄埔 给了筹备新军的蒋介石 更大的援助 1924年10月份 舒俄的军火来了 这一次军火一来 国民党党兴奋得不得了 8000多支枪 这是苏联援助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军火 其中包含野炮 山炮和轻重机枪 孙中山发电通知蒋介石 他可全权支配这批军火 对蒋介石而言 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而此时 广州的局势进一步升温 10月10日 在辛亥革命纪念日这天 中共广东区委 发起了反对商团的群众示威游行 盘踞在西豪口的商团军 手持枪械 突然冲向了游行队伍 在商团里开枪打了他们 大概死了不少人了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网东最黄化的商业器皿 都烧掉了很多商铺 辛中山就决定要平息这件事情 下大雨的时候 黄埔军校的校军有400多人 夜晚上拉链为名就上岸了 上岸以后 就包围了商团的办事处 10月15日凌晨开始 蒋介石率领黄埔军校 第12期学生400余人 联合许重志的粤军 李福林的福军等其他军队 向商团军发起轻功 下午2点 规模在1万多人的商团武装 停止了抵抗 商团团长陈连博逃往香港杀面 副团长陈公寿投降 商团事件 从孙中山手中一颗烫手的山芋 变成了蒋介石全权支配军火 和指挥黄埔军的开始 平定商团之战 随后一个月的时间里 蒋介石完成了新军两个团的组建 每团1000多人 各级官佐都是黄埔军校师生 危机被转化为机遇 蒋介石的命运开始戏剧性的反转 1924年11月30日 黄埔一期生学成毕业 平定商团之战 成了他们交给校长蒋介石的 一份满意大卷 与此同时 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 前往北京 共谋全国统一大业 被孙中山逼退至广东惠州的 越军旧势力陈炯明 打算趁着孙中山北上的时机 卷土重来 蒋介石率领黄埔校军 增强自己军事实力的机会 又来了 1925年1月15日 蒋介石率领黄埔军校教导团 出兵东征 讨伐陈炯明 教导团所在的右路军 自2月1日起 从黄埔长州岛出发 顺着广九铁路一路南下 直达淡水城 随后 蒋介石安排组织出 110人的奋勇队 由黄埔一期生蔡光举 担任队长 并让左翼右翼部队 配合炮兵合力攻城 2月15日早上6点 蔡光举带领着这支赶死队 向淡水城率先发起了冲锋 当时粤军跟北方的军阀 我们今天能够看得到的是 他们打仗 有的时候你今天看起来 那就不要打仗了 双方就是往上面放一放 甚至是死了没有多少人 大家这个仗就不打了 就是比如说直戏之间 缝隙 真正 这个方面是最不怕死的 所以军销里面当时就是 禁门就是这个 就是什么 贪生怕死 误入私门 升官发财前往他处 那个巨色里面你也能够看得出来 巨色就叫雪花巨色 就是先烈之血 主义之化 那个时候真不一样 想都不敢想 第一个就是牺牲的蔡光局 蔡光局在被陈九明的军队 就被打得变体鳞伤的时候 后来毕业之后呢 也是第一名的蒋仙芸 给他包扎的时候 那个就说呢 赶快给我把这个伤口扎好 利贼正在我们去痛杀 所以那个时期的 大家都不怕死 都是一样的 奋勇队冲锋在前 各路兵力 从东南西北四面合力强攻 不到两个小时 东征军便拿下了淡水城 淡水城之战规模不大 却是东征军举得的首次大捷 蔡光局却因伤势过重而牺牲 成为黄埔军校牺牲第一人 黄埔学生军血战棉符 这次用炮盆处 他直接就在前线开炮了 仇善之战 蒋介石历经最绝望时刻 蒋介石后来北丁湖 嘴都没家去了 就没自杀了 广东商团大量购入军火 对抗国民政府 因为仇善之战要征税 这个是对商人跟政府之间 去构成的磨擦 蒋介石亲率黄埔学生军化解危机 下大雨的时候 晚上拉链为民 就包围了商团的办事处 东征军攻克淡水之后 蒋介石率领着这支不怕死的 黄埔教导团乘胜追击 目标直指朝闪 领虎作为陈炯明手下的一员猛将 调出两万精锐部队 准备在棉湖一带歼灭东征军 三月十三日清晨 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青 率领着先锋营和领虎部队相遇 双方兵力的悬殊 注定了这必定将是一场恶仗 黄埔军校教导团 有两部分人主持 一部分是兵 这部分兵主要是从浙江江苏 都招过来的 另一部分是军官 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总共三千人 和敌人两万人 打了一场窝窄 打了整整一天 把敌人打退了 教导团一团的何应青团长 甚至冲到你前线 只有两百名的地方 这个时候蒋介石就紧张了 他问何应青 你能不能够坚持下来 你能够坚持下来 我们就顶聚了 坚持不下来 我们连广州都回不去了 何应青不得不召集了 教导团的所有工作人员 连警卫兵 勤务兵和伙夫 都相继被派入战斗 激战一直持续到下午 蒋介石又碰上了 一个要命的问题 棉湖之战打的过程中 也遇到很多事情 遇到很多 典型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东征军的时候 他有几个人就是陈臣 这个打的过程中 这个机关枪打不响了 炮也打不响了 大炮因为连续发射 撞针过热 而无法撞响炮弹 连发哑炮 现场督战的蒋介石急了 蒋介石因为是学炮的 炮兵出身 直接就在前线上面 直接就开炮了 看到校长也加入了战斗 炮兵连长陈诚 也硬着头皮开炮 随着轰然一声 炮弹竟然成功发射 其余几门大炮 也陆续恢复了正常 教导团一团 开始对敌军做出反击 下午两点 前来支援的教导二团 也赶到了 黄埔军如虎添翼 局面不再被动 那么河团长就顶住了 调整了兵力 他第一团还是最厉害的 第二团因为王百灵指挥不散 结果就愧退下来了 结果这时候第三团上来了 前大军队 刚组成不久的 就三千人顶住了 把这个林虎打退了 被动无望之下 林虎带着残余部队全线撤退 蒋介石带领黄埔军校教导团 三个团的官兵 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 最惨烈的战火考验 而就在这个时候 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棉虎之战 就是恰恰就是村中山 头天去世 第二天的棉虎之战就是打赢 所以这个大家很了解了 当时何银青就是几千人打林虎的 林虎有上万人 到最后就是把自己的贴身的 警卫部队就等于说 就都把他投到上面去了 对于棉虎大捷 蒋介石在后来的日记中 曾心有余悸地说 棉虎一役 以教导第一团 与万鱼精干之敌 稀微失神 万一惨败 不为总理首创之党军进迁 广东侧湖地亦不保 如今棉虎大捷 再次创造了黄埔校军 以少胜多的战绩 教导团一战成名 1925年4月1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77次会议上通过决议 合并教导团的两个团 成立党军第一旅 教导团正式更名为 国民党党军 一个月后 蒋介石出任此军总司令 这是蒋介石 直接拥有自己军队的开始 国民革命军成立以后 广州国民政府 首先要彻底解决 距离自己最近的威胁 潜伏在惠州老巢的陈炯明 1925年10月 第二次东征开始 惠州 号称南方第一间城 作为军事重地 自宋朝以来 这个东江天县从未失守过 这个惠州它不好打 惠州是个府城 像我们现在一个市一样 它是个市 它不是县 但它叫淡水是个县 县城很小 府城就大多了 大家说陈炯明都能在那集聚 在维东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 果然 蒋介石率领的黄埔军 军在惠州城外久攻不下 焦虑之时 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兼第一军党代表的周恩来 提出了一个方案 可将惠州三面围攻 网开一面 带敌外逃拒而兼之 蒋介石立即下令实施 这一次是一路打过去 打得比较逊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是力量比较强 第二是装备比陈炯明部队要好 结果就打到山土那边 就在蒋介石率领第三师进攻潮汕时 由于第三师是从越军一部里 收归过来的旧军队 战斗力本来就弱 再加上第三师师长轻敌冒进 全军很快就陷入了 凌虎部队的包围 蒋介石也在此经历了 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刻 蒋介石后来北丁湖嘴都没家去了 蒋介石就是反正他说 反正已经打败了 准备自杀了 这确实有这个事 后来蒋介石这个陈庚家 就留着青山在不丑梅山梢 就是陈庚背着他过河 其实在平定商团大战中 伸手敏捷的陈庚 就曾经从一个商团 小头目的军刀下 救过蒋介石一命 这次又是他在东征途中的 关键时刻 背着蒋介石逃到了安全地带 冷静后的蒋介石 写下了求救信 由陈庚护送 直至等来了黄埔的一系 第四军军长李继深的援军 我外公说的 好像他从紫军这边打过去 也是打灵活 那次他说 因为越军有几个都很勇的 最终今天打了两天 最后把灵活打败了 把灵活 灵活其实陈庚明最强的那支部队 战斗形势迎来了反转 1925年11月6日 蒋介石率领的东征军终于攻克汕头 成功收复了东江和潮汕地区 陈庚明最终败逃香港 而陈庚也因为两次救了蒋介石的命 被蒋介石一直寄予厚望 他一心想让陈庚成为自己的嫡系 但陈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使他们最终分道扬镳 不过通过这几次军事行动 蒋介石还是收获了一批心腹军官 他们彼此扶持 共同攀升 第一次东征的棉湖之役 何应清率蒋介石嫡系第一教导团 在官兵伤亡三分之一以上的艰难中 力挽狂澜 扭转战局 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加伦 曾亲眼看见何应清身先士卒 冲锋在前 后来蒋介石将棉湖之役的那一天 3月12日作为纪念他与何应清 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 1925年11月31日 蒋介石率领凯旋的东征军返回广州 广州城一时万人沸腾 时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 清授勋章给蒋介石 并颁发包扬令 从平定商团叛乱到两次东征 黄埔师生们洒下了自己的青春热血 而作为校长的蒋介石 也在短短的不到两年的事件里 成功地将黄埔校军 打造成了自己的嫡系部队 成为了国民党名副其实的军权大卧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